老公 进来 九亿 我有个重要的情况 向你禀告 刘哥 要不是远 我出去跟他们打一番 能争取点时间 你也好逃跑 就你们两下子 还是算了吧 我去 你们两下子都不能去 跟我去 黑鞋子 小分队 是啊 他们这几个人 都是身怀绝技 并且都不怕死的高手啊 他们就是和黄军 争夺电影腰片的人 属下已经安排好了 设下来埋伏 如果顺利的话 想必现在都已经有了 接管了 你这儿 季管长 您这是 是 侯队长 你比谁都清楚 现在唯一让我寝食难安的 就是电影胶片 而你 去拿这种离题万里的 把所谓重要情报来向我报告 你究竟什么意思 难道是想安慰我吗 不不不不 乞官长 妈 我的确是想为你解忧啊 放开 乞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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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你不寝室不报告 擅自其怒的 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私下里已经放走了 那两个美国人 胡了 你的良心 打他就坏了 死了 死了你 警察要命啊 警察要命啊 警察要命 刘哥 小子队没谁 不能没你 还是我去吧 我从小学过武艺 我有家传一十七世地场拳 打群架的时候特别管用 十七八个人根本进不了我身 一会儿我冲出去 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他们就不敢开枪了 到时候 争取两分钟时间 然后趁乱逃跑 大兄弟啊 你记住了 如果今天出去了 外面的汉奸 有我一个算一个 我绝对绕不了他们 刘哥 我走了 海哥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等你 我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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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赞 约 起来吧 你 那不是不杀我了 这次我饶你一命 绝对没有下次 谢谢机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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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你们去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 我那个朋友啊 舍命不舍财 最后把自己的命 都给搭进去了 头儿 这件事 听起来太蹊跷了 确实蹊跷 既然要埋伏 为什么只有在古玩殿有 酒堂却没有 你们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陪跟踪 怎么 你是说 除了侯亮 想放长线钓打鱼 我再也想不出其他理由了 不 应该没有人跟踪他们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凭我的耳朵 隔着一道街传来的琴声 我就能听出音阶准不准 夜里这么安静 如果有人跟踪他们 我相信 我早就听到脚步声了 这人究竟是谁呢 怎么了 难道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杀赵掌柜的 和曲电影交骗的 不是一伙人 不是一伙人 真是谢天谢地 真是谢天谢地 老子能够夺过这一劫 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这谁在赌边伊朗的面前 出卖了老子 报告 请 你说什么呀 是他 吃你屁股的混账 队长 你的处境可不妙啊 何止不妙啊 老子死到临头了 我说呢 我进渡边伊朗办公室的时候 他已经接到这个电话了 可是他却没有给我提及过这个电话 老子玩了一辈子的鹰 被鹰给掉了 我一定要让这个混账东西知道 吃里扒外的下场 那怎么办 等他把胶片交到渡边伊朗太军手上 那就全完了 听着 一定要带上靠谱的兄弟 守住所有的路口 我侯亮一定要让他知道 这些人 赤里扒外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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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怎么回啊 黄彪 兄弟 我这好兄弟 他娘呢 想死老子了